最恒新鸿基的新款University Hill 代表价格 我们先不谈价格 而是看一看白石角这区究竟有没有好处 然后再看看屋苑究竟值不值这口价格 先谈谈地区的优势 首先政府考虑在白石角设计一个新链站 未来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 就是比较费时间 第二个好处就是白石角的环境相当好 海滨长岸有很漂亮的道路港海景 方便市民休闲 加上整个区域都是私楼 又是低密度屋苑 整体的外形绿化通风彩光 居住体验都很好 第三个好处就是租莫会比较旺盛 一个科学园就位于白石角 那边有一批员工 旁边就有中文大学 都有一批学生 这两种类型的人士都是当局主流的租客 一个单位普遍的租值 大概$35-$40一呎 小户型会更加租租一点 讲完优点我们可以讲下缺点 第一个占名的缺点 九点方便 出入了主要扣巴士或是潮巴 或者是自己开车 对老板客人来说影响不大 而政府所提及的白石角站 其实落成真的需要时间 至起码五年来都未必有机会 而且随着地区屋苑的增多 人口密度会提升 但是整区的配套仍缺了一折 尤其是大型商场 因为整个区域多利斯楼的缘故 基本上发展商会选择 住宅多于建商场 如果要扣物或吃东西 大多数会出区去山田或市区 随着那区的屋苑如 当发展商都倾向建一些商铺 至少不会挖探这些开科牛 最后我们讲一个项目的最新资讯 Unibecity Hill 位于白石角九景里63号 由5座12层高的低密度住宅组成 提供6075 预计的关键日期是2024年6月15日 最近发展商价推了一批单位 对比上一批单位的单位价钱便宜了 家堆的赤价介负$13785 去到$18262 至实赤价$16458 扣价对比二手价下来略为贵 但如果普遍$23000-$14000是便宜的 即是聪明的你真的要懂得减货来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Louis 我们下期再见